一家大小就離開,那我放在床下的錢拿來做什麼? 買樓,或者你要租樓 聽你這樣說,反正這次事件對英國的投資影響不大 反過來,會不會對英國的房地產還有幫助呢? 剛才你提到的點是很好的,因為最近俄乎事件 很多俄國人調錢走,因為俄羅斯貨幣跌到媽媽都不認得 會不會反過來對英國樓市反而有刺激呢? 第一個影響就是先看看政策 第一個影響就是現在英國內政部已經說 可以放寬那些在這裡工作的烏克蘭人在這裡工作的話 他們可能是在工作假期,或者是工作假期,或者是讀書 現在就給他們申請他們的相關親戚來到英國 我們估計那裡有10萬人 以前俄羅斯貨幣跌的事件的時候,他們估計那些人只有1000人 現在估計有10萬人 我想我想很多黑工 很多烏克蘭黑工 這個時候就可以現身了 現身就說 現在這個等於以前美國的政策一樣 某個非常時期的時候 突然就算是旅行入境都可以申請一個Green Card 現在英國就給他們一個這樣的措施 那如果20萬,20萬就是暗瓦底 就不止了 為什麼呢? 因為英國政府就說 Boris Johnson 他說 喂! 那些人說他很鬆的 那20萬,指不到咳 他說我們不可以讓普丁覺得 哦! 英國或者歐洲開始接受烏克蘭的難民 然後跟著好像普丁就拿來催 他就說那些人走了 很多人走了 歐洲開放,英國開放,接走些人 他說這個時候 他不想這樣做 那意思呢 就是說暗瓦底 還可能不止20萬 或者突然間 政策可能更加寬 你知道現在 你看到最近 這個BNO的政策 就一直這樣轉 那所以這20萬的人呢 如果在後面 就很簡單 如果你在黑工在那裡 如果你在那裡做 做多些事情 存回那麼多錢 打算回國蘭 現在不回去了 你就讓我在那裡住 一家大石離開 那我放在床底的錢 拿來做什麼? 買樓 或者你要租樓 你拿錢 儲了錢出來 租樓在那裡定居 那租樓 那租樓 那你租盤 需求多了 那你看看整個租任市場 或者那個transaction 就是買賣市場 我覺得 會不會是很大的波峰 我不知道 但是對房產 某個程度上 都應該有積極影響 我看我會不會是很大的波峰 期間 你看看甚麼 分別的氣 行嗎 那麼多 讓我來看 解圖 有什麼